通讯便利通过手机通讯软体群组进行物品买卖交易可能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但击打却有不法分子竟然使用微信或WhatsApp群组贩卖毒品 对象还是中学生 全国反毒机构在接获投报后 伺机接近疑似染上毒瘾的中学生 这才揭发群组毒品交易的勾当 当局调查后发现 不法师徒先是通过群组接洽染上毒瘾的中学生 双方在见面时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根据国家反毒机构掌握的数据显示 涉毒的在籍学生逐年增加 而大部分的青少年在错学后 受到身边的损友影响才染上毒瘾 NTV7综合报道